大家好,我是美麗甲827號正乃哲 我今天要報告題目是《夢想一見》 我想我未來想成為的職業是一名軍人 我想加入軍隊裡面的海軍陸戰隊 我會想要成為這名職業的原因是 我最近幾個月裡面看了兩部電影 第一部是美國隊長,第二部是《拯救聯恩大兵》 我看到電影裡面,許多的軍人奮勇殺敵 我以後可以成為民軍人 我媽也相當贊同我這個想法 然後我想成為這名軍人 需要的事情裡面有 我想先加強我的體感 並且再加強我的助理能力 因為當一名軍人需要駕槍 並且即刻敵人需要有強大的體力 並且即刻敵人需要有強大的體力 所以在最善敵人的時候 也需要的體能也需要相當的好 我需要自己能力的原因是 因為在用砲彈攻擊敵人的時候 需要考慮到摩擦力和角度的問題 我想如果我可以達到以上兩項的標準的時候 我希望我可以成為一名偉大的體能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美甲班 四號 我今天 今天要說的是我的夢想 我夢想是想要當一個籃球選手 從小 從小我就十分喜歡當籃球選手 所以我五年級的時候也加入了 所有國小籃球隊 那個時候教練選我當隊長 但是因為 球隊 球隊 因為 許多隊員都 不聽我的心態 所以 我 我們球隊 我們球隊 經常選球 從昨天 技巧變成已經打了十幾場球賽 從來 就只有贏過三場 那個時候我很挫敗 但是教練給我努力 所以我又重新 重新在喜愛上的籃球 到現在我是 學校校隊 我 我 我會更無敵的練習 更無敵的練習 然後 實現這個人夢想 謝謝大家 教練 你們夢想是想當的飛行人 從小看著飛行人們 加持戰鬥之間的軍績 所以讓我立下想當飛行人的夢想 事實上我們天上活動 昨天還沒有忘記 想當飛行人 不管是年紀 身高 或是勢力 都有一定的勢力 所以我也會藉由 多做球類運動 或多騎單車 增加自己的熟練 血糖的能力 跟體力 才達到這個標準 然後在數理 英文方面 也必須具有一定的勢力 所以我再多接觸 數學和物理方面 數學同學 也會多去閱讀 有關英文的課外努力 然後在生活常規方面 我也會盡量去侵求 學校的強隊制律 和規範 然後不管是讀書 或是做任何事情 都保持自己的分建力 然後提前規劃 支持的生活常規 不要臨時到頭角 然後平時就多去接觸一些 有關急救 或是救災的生活常識 增加自己的臨場反應 改變這些生活習慣 只能夠讓我提早 是應有一個飛行人的生活 讓我將來能夠當成 趁實的飛行人 謝謝大家